作词 李宗盛 看着你 直到永远 你有没有 感觉到我为你担心 在相对的视线里才发现 什么是拥 你是否也在等待 有一个只心爱人 把你的情记在心里 直到永远 漫漫长路拥有着 我不变的心 在风起的时候 让你感受 什么是暖 你是否也在等待 有一个只心爱人 不管是现在 还是在遥远的未来 我们彼此都保护好今天的爱 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从此不再受伤害 我的梦不再徘徊 我们彼此都保存着那份爱 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让我的爱 伴着你 直到永远 你有没有 感觉到我为你担心 在相对的视线 在相对的视线里才发现 什么是缘 你是否也在等待 有一个只心爱人 把你的情记在心里 直到永远 漫漫长路拥有着 不变的心 在风起的时候 让你感受 什么是暖 一生之中最难的 有一个只心爱人 不管是现在 还是在遥远的未来 我们彼此都保护好今天的爱 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从此不再受伤害 我的梦不再徘徊 我们彼此都保护着那份爱 我们彼此都保护着那份爱 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不管是现在 还是在遥远的未来 我们彼此都保护好今天的爱 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我们彼此都保护好 我们彼此都保护着那份爱 我们彼此都保护着那份爱 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我们彼此都保护着那份爱 人静 父亲生 还有王立达 唐子兴 管同好 你们好 几位都是我们天天把歌唱的老朋友了 但是今天四位联手唱知心爱人 还是头一回 对 都是头一回听的 对 让人眼前一亮 这叫集体秀恩爱 说到恩爱 我们这两对夫妻 可是咱们歌坛的两对模范夫妻 是 管同你发现没有 他们唱的时候 两对之间都是拉着手一起唱的 可以说这四位是咱们歌坛的抗力 也是恩爱夫妻 今天来到我们天天把歌唱的节目现场 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你们之间的爱情保鲜秘籍呢 保鲜 我个人结婚二十多年了 你说还鲜吗 鲜呀 鲜 还鲜 我们主要是事业和生活都连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也有关系 是吧 我这个人就是做男人做的挺好的 基本上能做到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哇 这可是魔法 高标准啊 能不鲜吗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这力度蛮大的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我向前辈学习 我除了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之外 还要 会做饭 要多做家务 带孩子 还掌握多项家务技能 对 那究竟是不是像两个人所说的 这些由我们两位妻子来当场验证一下 是 人静些说吧 我什么时候打呀 什么时候骂呀 是呀 没有这个机会 我不得做好这个准备吗 玉兰呢 她说的是实话 家里的家务还有带宝宝多一些吗 宝宝是我们俩共同带 对 但是有很多细节上的活 我 真心活基本是我跟我爸在做 这样这样这样 那我们说一个细节一点的 比如说你说汤子晶做家务 她做饭吗 偶尔做 这看身材就可以知道了 有没有拿手菜脱口而出抱一下 太多了 马娇鱼 臭豆腐 马娇鱼是他们海南的 是海南的名菜 对对对对 但臭豆腐是我爱吃的湖南小吃 它为了让我能够吃到家乡的味道 它去模仿去做 太难得了 太棒了 行行行 那这样这样以后咱俩不唱歌的时候 咱上家政公司报到 没问题 我看这个可以 你必须职业 哎呦 这么一听哈 经过太太这么一介绍 我觉得两位先生还是经得住考验的 是 也是好男人 也希望电视机前的男同胞们 多向他们学习一点 真的是像你们那个歌中唱到的那样 你是幸福的 我是快乐的 不让我寂寞 你给我快乐 也不会难过 因为有你安慰我 因为有你安慰我 若是我的脚步 总有你牵挂着 再难走的路 算什么 就算风雨多 让我陪你度过 可谁不想拥 又温馨的生活 但是人生从来 总有起起落落 心中有苦 从不说 你是幸福的 我就是快乐的 为你付出的 再多我也值得 我就是幸福的 我幸福走过的 我幸福走过的 可谁不想拥有 有温馨的生活 但是人生从来总是起起落落 心中有苦从不说 你是幸福的 我就是快乐的 为你付出的 再多我也值得 云一世同路的 我就是幸运的 我幸福走过的 是你缠扶的 不愿看你脸上有泪水滑落 拥有爱的人就不会寂寞 无论身在哪一个偏僻的角落 让一疲惫的心再次停泊 你是幸福的 我就是快乐的 为你付出的 再多我也值得 云一世同路的 我就是幸运的 我幸福走过的 是你缠扶的 这就是夫妻搭档嘛 就是有一种默契 因为有这个恩爱在里面唱歌的时候呢 就可以情不自禁地就达到一定程度的效果 而且他们这种生活和工作状态 就是形影不离 这是别人很难达到的 这样吧 咱们简单地做个小测试 我的第一道题就是 请问 在家里 无论大事小情 你们谁说了算 请举手 我们俩说了都不算 你看个男同事都犹豫了 没人举手 说了不算 真的没人举手 这个你还别奇怪 你还客气什么呀 不是 你说是我说了算 我说了算不请示你啊 上次那个咱们住那房子买了的时候 是我说了算吗 我不得跟你商量吗 买几套啊 迪生哥 没几套 就那一套 我看出来了 至少人静负低 双家肯定是人静说了更钻一点 所以我不敢举手 那王立达 唐子星 他们是商量来吗 商量的来 我们确实是商量的来 没有说一个人说了算的 包括我儿子都也说 对 跟儿子也都是商量的来 他们家他儿子说了算 他儿子在这儿肯定举手 好 那么第二题 我的问题就是 在家里家务谁做得多 请举手 快速 哎 哎 哎 附帝生举手的时候有点犹豫 我半举行吗 就是 这个人竟没有丝毫犹豫的就举手了 对 对 对 我真不觉得 我觉得你是属于娇娇的那种小小鸟的感觉 小鸟依人的哈 小鸟依人的感觉 你在家里是家务做得更多一些吗 那当然了 哎呦 看不出来啊 我们家分工很明确 医生是外面的事 对 我主内 我看人静保养的特别好 你看手啊 皮肤啊 什么特别鲜嫩啊 根本就不像老干家务的人 那我这脸也不错 那有的人吧 有的男人啊 他进了屋就拖地 他就开心 换灯泡 哇 特开心 就没坏也坏了 就没坏也坏了他 你说的是汤子星 对 你实在是汤子星 所以我就同样的问题 同样是作为女同胞 王丽达同学在家里 是怎么样使自己的地位 达到了一定高度 那不是我的解释 让老公做的家务更多一些 他不是不做 是没有时间做 但凡有时间 我给你们讲个笑话吧 有一天 我觉得儿子的玩具 可以收拾一下 我就爬了很高去 他不在家 我去把上面那些布娃娃 都把它解下来 想重新整理一下 正好这个时候 我儿子回来了 走过来 妈妈 我没想到啊 我真没想到 然后我当时 我呆住了 我说怎么了儿子 什么事情没想到啊 没想到你还会干活 不过我呢 有一件事要感谢任静 我俩结婚之后 我没自己买过衬衣 买过袜子 这些事情 另外那些杂事就甭说了 就是换个 就做我最烦的 换个背面 到出太阳的时候 把那摘下来 再晒一晒 完了睡觉的时候 再套上 那个事可最难受 这都是人静 所以他刚才举手 是有道理的 不嫌繁琐 而且给你买的 都是贴心的贴身的衣服 对 在家里的这个夫妻分工 还是因人而异 大家擅长什么 就做什么 这样的话 彼此之间 就没有什么怨言了 像加了一些采购的 网上全塔来 就是互相心疼之后 就会主动去做 你看这一唱一和 搭得多好 是 那管同问 我们还有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我来问 就是夫妻二人在家 如果吵架了 谁先让步 谁先道歉 请举手 我听说过 有的夫妻 一辈子不吵架 不吵架 但是我不信 是不是 因为你应该这么说 结婚若干年以后 没吵过架 这是绝对对的 因为我跟任静呢 近些年 起码十年之内 就没吵过架 但是你刚结婚那时候 你不可能不吵架 两个人 他得磨合 是不是 人静看我有很多毛病 他得调教我 最后把我调教成这样 我就不惹他了 所以就不吵架了 还有一种说法 说两口子 有吵不散的夫妻 就是他经常会 很小很小的 鸡猫蒜皮的事都会吵 但是吵也没什么大的实质 没事就吵着玩 对 吵着玩 但是也吵不散 也不会说一吵 就伤害到很深的感情 这也是一种 这个可能跟咱们 两个家庭不一样 有的人 他就从头吵到尾 但是感情还很好 其实就跟那个 鸡猫哥说一样 我们工作跟生活 都在一体的 有一起出去工作了 就很多东西都是 相互都非常了解 对 都很体贴 吵架真没吵过 就有时候 可能有点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做退步的 还是难事这方 打都不怕 退步 就是 我觉得你们俩可能 吵架的可能性也不大 不大 他的这个事 就让他一说出来以后 三秒钟就忘了 这个事 但仁静人都忘不了 你瞧是吗 忘得了 现在忘得了 越来越包容 越来越互相宽容了 你看看 简简单单 三个小问题 也希望年轻人 可以从中学习到一些 对你们有帮助的东西 那刚刚呢 是丽达和紫兴唱了 仁静副对生 你们两个的代表作 接下来我们能不能换一下 互换一下 我觉得为了公平起见 应该让他们唱下我们的歌 唱什么歌呢 我的爱 我的爱 对很好 丽达点歌了 我的爱可以吗 对 这个歌 他俩唱 他俩唱挺好 很喜欢 所以我也得用 我跟仁静的感情 把我的爱表达出来 好 我的爱 不会花谢花开 我的爱 不会朝去朝来 我的爱 是春雨无声 滋润着你的情怀 我的爱 我的爱 不会心潮澎湃 我的爱 不用赞美和彩 我的爱 是溪水长流 溶解爱的大海 我的亲人 我的朋友 我的爱人 我的小爱 我用一句话 想给你留下来 一句话给你留下来 我的亲人 我的朋友 我的爱 我的小爱 只要大海在 我的爱就在 只要春天在 我的爱就在 我的爱 我的爱 不会花谢花开 我的爱 不会朝去朝来 我的爱 是春雨无声 自认真的情怀 我的爱 不会心潮白 我的爱 我的爱 是溪水长流 溶解爱的大海 我的爱 我的爱 是溪水长流 溶解爱的大海 我的爱 我的爱 唱太棒了 怎么样 一看就是感情 比我们更浓 对 那二十多年唱得像蜂蜜那么腻 我们最多人唱的肯定啊 真的唱太棒了 妹妹只要是人静发挥的好 在这个人静父低声面前的你们两位就是小夫妻了吗 因为结婚到现在有几年了能透露一下吗 七年 我们是09年 应该说 09年 09年 我们是89年 89年 前辈 前辈 差20年 前辈什么 不就结婚早点 但是要说到我们这对小夫妻应该是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结缘于清歌赛 是 我们中央电视台的青年歌手电视台奖赛 真正结缘应该是2008年 其实还往前 04年我们一起参加了清歌赛 但是我们互相都不认识 那时候还不认识 但是我妈妈把那个视频拿回来给我看 说你们当时就在同台 半天晚会上都有 那是04年 08年的时候呢 是她代表我们系统的单位参加比赛 那个是真正认识 比赛完以后 到汶川去喂 对 汶川 那是第一次真正的接触认识 到后来 2010年 刘海砍桥 好 好 我这里 江海过 好友谊 好友谊 福大姐 我的气 你把我比做什么人了 我把你比牛郎不操纳 那我就比不上龙 你比他还有多龙 福大姐你是我的骑龙 两海哥你是我的富龙 福大姐你随着我来走咯 海哥哥你待老往前醒咯 走咯 醒咯 走咯 醒咯 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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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江大姐好有意表 相唱漫 流海哥 哎 我的福 你把我比做什么人啊 我把你比执女 五草好分哪 那我就比不上龙 Conference 你就捏将打他咯 聊海哥 你是我的呼喽 福大姐 你是我的气喽 海哥哥 你待老往前走喽 福大姐 你随着我来行喽 走喽 行喽 走喽 行喽 真是不错啊 欣赏到了湖南女区 民族唱法 那我知道其实歌唱的这个唱法之间是各种元素是相通的 傅迪生和仁静也非常喜欢戏曲 听说你们在这个流行唱法当中还融入了很多戏曲元素 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这一次呢给带来的呢挺有意思 我和仁静又加上了我们的儿子 就把这个夫妻双双把家环这首歌给改编了 那这首歌是不是在我们天天把歌唱的舞台首秀给观众呢 对 是首秀 我觉得这是给你改名字吧 叫什么呢 夫妻 双双带着孩子把家环 我们一起来欣赏 好 谢谢 主持人的歌唱 树上的鸟儿 成双对 树上的鸟儿 成双对 鲁水青山 带笑颜 曾经不再受那如意铺 夫妻双双八家还 你跟天来我只不 我挑水来你较远 我含摇碎破南地风雨 无情恩爱苦也甜 当年的怀音时间 也没了想看遥远 风雨的美丽善良 真爱也撒满眼睛 感慨万我渐渐更动 嘴唇甜甜 他们当今也是那花季少年 现在的我们每天 手机都不会抵手 感觉是天天见面 就忘了怎么想念 就在身边 时而不见 天上有真情 云间有真爱 有相爱的人们 接受同行 不离不弃 将情相爱 好比你远拥有 虽一双飞 在人天啊 这版本的夫妻双双 带着孩子把家伙 好厉害 真的是让人家眼前一亮 中间那个是 自己改编的吗 当时那会儿呢 他们要唱这样一个歌嘛 然后我就想 我说这首歌这么好 然后这么经典 看看能不能中间加一点 就是流行的这样的一点 然后我就试着去加了 然后把它这个放到里面 我觉得还挺好的 我想问问傅豪 跟爸爸妈妈同台表演 你的感受是什么 会觉得有压力吗 压力的话 我觉得还好 因为我唱的 跟他们的风格 不是一样的 所以在我自个儿的 这个风格上面 我觉得我还是 就是不用去比的 那意思就是 在他那风格上比我强 这就对了嘛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对 长江欧朗推前浪 是历史的必然 听过好多次这种话了 我也不生气 反正我儿子嘛 我培养出来的 确实是 从他们身上看到 儿子越优秀 说明你们做父母的越棒 对不对 那这个两位小夫妻 这是他们 真的是你们的榜样 对 从他们身上看到 我们的明天 现在正照这个方向 努力呢 是不是 是 那在舞台表演上 你们在交流上 是不是有这种默契呢 我个人感受 我跟他之间 很奇妙的是 有些东西 我从脑子一过 他就能说出来 这个经过很多次 没办法 他总是说 我是他的读卡器 读卡器 在演那个音乐剧 《清城》的时候 因为舞台的装置坏了 我们带着话筒 我们现在抢装 不能说话 但是没有任何语言 两个眼神一对 我们不能上去 那装置往上升了 然后他从那个后台出 我从那个旁边 侧幕条出 出去以后 那个副导演都惊了 什么时候改成这样了 我都不知道 就没有任何语言 两个眼神一碰 就知道 我该怎么走 他该怎么走 开了话筒 我们不能说话 所以夫妻之间 在工作上 是有这种感应 对 有这种感应 快筹签了 那接下来 人家一家三口 都让我们 这个眼前又一亮了 该看你们俩 接下来的表现了 我们呢 还有点小 我们先上一首 非常温馨的歌曲 《守候》 在那条街 十字路口 我和你邂逅 从此牵手 花牵月下 从此牵手 请尽呼别漫步走 生命有你多美好 日子有你好采讨 我俩许笑 我今生甜蜜享受 啦啦啦啦啦啦 我俩学习 我也亲上甜蜜享受 在外拼搏 忙碌奔走 你为我分拥 我愿做你 闯荡相守 伴你早点往家走 再苦有你 心里甜 风雨同舟没有愁 我俩彼此 牵挂 天天幸福等候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我俩彼此 牵挂 天天幸福等候 封一张帮 三百六头 你牵着我的手 我愿做你 贴心扶手 趁着慢慢往前走 相依相守 相依相守 到白头 无缘回首 你为由 我俩今生 我俩今生 来世 永远 快乐 守候 我俩今生 我俩今生 真的是一提到这个夫妻啊 大家都希望可以一起见证慢慢变老的那个浪漫的过程 是 那我们有结婚二十多年的 有结婚这个七八年的 是 现在如果问你们记忆当中有没有让你们感觉最浪漫的事 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 在这一点上 其实我挺愧对人性的 我这个人吧 不太会表现 就是我六月份生日的时候 算是够浪漫的 这次是 就是慢慢在改进啊 他在努力的 改了二十多年 改了二十多年 人家生日马上要到了 我说怎么办呢 我说我去录音去了 我自己开车就走了 我到了停车场 我都不知道往哪边拐 哪边是上场了都不知道 那怎么办呀 求助于谁呢 我这见着人就问 我说哪有卖那个珍珠那个耳钉 就问好几个人 最后终于找到那一片那个地方 我特喜欢珍珠 太贵了 生日的头一天了 跟我说 一看我还是没什么表示 先量了一半 说那个迪生 你那天给我买一束花吧 对 主动要求一下 对 他就绷不住了 他说你想 我这个老公还是二十多年了 还没改变 你送我一束花吧 结果我说行 结果第二天呢 我确实 我就把这个 他最喜欢的这个珍珠的这个耳钉 送给他 给我激动坏了 这人就确实激动坏了 因为我平时很少这么表现 我不是不爱他 我只是 这方面就是缺根筋 不是 你就是喜欢那种实实在在的 对 实实的生活 我恨不得让他 每天都过生日 天天开心 谢谢 但是我就不会在那个特殊的日子 表现一下 营造那种氛围 我想子欣可能估计比我强 一定可以 我比您还笨 交流一下 你们俩挺相像的 都属于做实事的 他肯定比我强 为什么呢 我转了半天 买俩耳钉 你看人家胸前戴这个 那么大的珍珠 其实我觉得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可能生活的点点滴滴 很多事情 可能都是不经意间 或者是会发自内心的吧 我最让我难忘的是 有一次我排练回来 我高红啊 孩子睡觉 我就闻 什么味儿 什么味儿 我就一出去一看 他切了两块牛排 他一块我一块 然后呢 胡萝卜做了一个桃心 洋葱把它放到外面 然后端了两杯红酒放到 哎呀 不想当好厨子的歌手 不是个好导演 我说我闻着香味儿就出来了 哎呀 真的是 又浪漫又实惠 此时我们这个 父堤兄大哥 这个压力更大了 是 惠惠 跟我错了 我错了 那我们就唱一首 只有歌声 关于爱的歌吧 可以啊 这个歌 我们非常喜欢 这歌叫讲爱的地方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 家没有理可讲 对 你说谁对 两个人都对 太棒了 说得太好了 好 一起来欣赏 不要让泪水再流淌 有一颗心和你一样 能让人伤心的话不要讲 当心有人会受伤 如果是真的爱受了伤 如果是真的爱受了伤 是不是感情能衡量 既然已选对了方向 有什么不能原谅 有什么不能原谅 家不是江里的地方 家是江里的地方 家是江爱的地方 是江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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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江里的地方 一切都原谅 你亲自公跟你们 那是江里的地方 那是江里的地方 太多了 既然已选对了方向 有什么不能原谅 家是讲爱的地方 今天特别巧 在我们天天把歌唱这个舞台上 我们请到的这两对夫妻 他们两个人的结婚的时间 是相差二十年 而且他们的孩子的年龄 是相差二十年 都说到孩子了 咱们赶紧把两个孩子请上来 好不好 来 有请傅豪和小汤汤 汤汤 有请 来咯 太可爱了 各回各的家了吧 各找各的家 各找了 哥哥帅不帅 来 欢迎说 这真的 没事 遇得害羞 傅豪还记得自己小时候 有没有跟爸爸妈妈这样登过台 好像是有 但是那会儿我也不是很愿意上台 就像刚刚汤汤这样 对 有点害羞 我是那会儿是连台都不敢上 他至少还能上来 没有汤汤这么大 只不过现在还不是很那个 一会儿就好了 现在我看汤汤状态已经好了 状态已经回来了 他得熟悉一下 爸爸妈妈唱歌 谁唱得好 谁都不得罪 他其实第一次上台是 两岁九个月的时候 当时因为他还小 所以他爸爸抱着他 我知道了 而且汤汤说 今天要想让我在田田把歌唱到舞台上唱歌 必须大哥哥先唱 先唱 哥哥先唱 对 我先唱一个 然后弟弟再唱一个 我觉得这样挺好 那富豪唱一首什么歌呢 我唱一首《自新大陆》 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 交响乐改编的 改编的一个 你自己改编的 对 因为我以前是学习长笛嘛 然后这个里面会有我吹长笛 然后吹完之后再唱歌 好的 哇 好期待 好期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一颗心在呼唤 你可曾听见 天在大地在圆 追逐未改变 我思念家的天 温暖的夏天 爱我的朋友 一号就不见 路越尖 越向前 大路在眼前 路越尖 远向前 大路在眼前 海海的天空滴雪 凉凉的放弃下海 冲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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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儿水 只要有你陪 冲儿飞 化儿水 化儿水 冲儿飞 地上有你会 才美 不怕铁肺 却怕心碎 不怕没得来 一根真正常起来 哎呦 你别看这小汤汤 虽然今天不喜欢说话 但是唱歌的这个台风 还是蛮正的 很有范儿 很喜欢唱歌 太棒了 来 我们掌声送给小汤汤吧 真棒棒 我想问问 在教育小孩方面 彼此之间有没有分歧 或者说有没有 窍门的地方 也跟大家简单地分享一下 我们家在这方面 就是我负责 当然得经过仁静的同意 四五岁开始学钢琴 然后十一岁开始 我当他启蒙老师 我让他开始学长笛 后来中央音乐学院 附中毕业以后 他就开始对唱歌 特别感兴趣 就自己词曲唱 一起来了 它是这么一个诡计 但是呢 说起来好像挺容易 实际上就是学一门乐器 如果要想搞专业的话 那父母要分很多心 因为我刚刚看这个富豪 一上台又长笛 然后又唱歌 我真的就特别感叹 就是一句话 子成父业呀 你们肯定以后 也会像我和仁静一样 就是对儿子在这方面 如果给他选中了一个道路的话 他只要感兴趣 那你们就全力以赴培养 我觉得我们就给他提供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不压抑他的个性 然后充分地去发现 他的这种小朋友那种童真 让他健康地成长吧 以后咱们大人也童真一点 谢谢 谢谢你们这一家三口 两家六口 今天来到我们天天 把歌唱的舞台上 跟大家分享了 你们这个幸福家庭的 这个秘诀 谢谢你们 最后还有点时间 那我们请两个家庭 再为大家唱两首歌 掌声欢迎 爱求爱她一万年 天天秘密在一起 世上有天就有地 天下男人都爱你 爱求爱她一万年 永永远远远不分离 我一生陪着你 世上有天就有地 世上有天就有地 天下男人都爱你 爱求爱她一万年 天天秘密在一起 世上有天就有地 天下男人都爱你 爱求爱她一万年 永永远远不分离 在风里雨里一样的清晰 在心里梦里不变的你 就在那前方 有一面火一样的气 照亮了你 燃烧了我 你是英雄 就越错越勇 所有伤痛 都化成风景 你若是英雄 哪怕翻身越岭 有一个梦想在心中 在风里雨里一样的清晰 在风里雨里一样的清晰 灭火一样的清晰 就在风里雨里一样的清晰 在风里雨里一样的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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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风里雨里一样的清晰